我們會以詩篇二十篇 大家用神的說話去環繞這個話題 這個題目去想想你靠誰呢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要靠人人 或者是靠一些事 比方說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要靠誰呢?靠父母 我們成長的時候 也要靠父母的提攜、養育 大了 我們當然要讀書靠先生 只能夠認識到東西 當我們一到成長的時候 我們可能依靠那個方式 以及依靠那個深度就比較少些 我們就大了 又自立 靠父母可能就比較少些 讀完書也是靠先生就比較少些 有些人我們就不靠不行的 病了來看醫生 牙痛要看牙醫 你自己是很難以為自己和自己拔牙的 小時候說自己拔了牙 拔了小小換那些叫乳牙 那時候我跟媽媽說 你咬石牙筋 一拔了就可以了 是呀被牙動動一下 但都不敢拔 只要靠 靠我妹妹很大膽 那些人說 那就可以了 就算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都靠很多的人 比方來講做生意的 可能要靠一個律師 或者是會計師幫你做本書 或者做個人的處理財項的 那你找個人來幫你去 幫你看看你的金錢的財理的管理 那些電燈啊水啊 這些我們都需要一些專業的人士來幫幫我們 那當然我們盡量自己去照顧自己 來去有一個自立的能力 我最近去旅行的時候 我看到原來在澳洲那些本土民族裏面 他們小時候 男生就要跟著那些爸爸或者長者 去做一些很簡單 很緊要的捕獵的工具 怎樣去捕當時的生物 那做女的呢 跟著媽媽去學些什麼呢 去認識怎樣去找水源啊 還有哪些種子是可以吃的 那哪些的葉呢 是有些鹽份的 可以用來煮東西的時候 是不需要下鹽的 原來真的 在這麼簡單的生活裏面 我們都要去自己 要去處理很多事情 那其實呢 我們是要靠別人的 要靠人 要靠很多事情 那當然呢 對於我們大鱷了 或者我們現在呢 就需要靠自己 那 所以那些的 本土的民族裏面呢 他們就要教一些小朋友 以後你要自己 要懂得怎樣去捕獵 那只能夠有下一代 能夠生存呢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現代社會裏面 大家都是要去很努力的 實際過去的時候去增加自己的知識 去學一些能夠可以求生 還有呢 可以自立的能力 令到我們每個人呢 都有一個可以說 現在來說呢 有一個獨立的思想 能夠可以自己去處理一些獨立的事情 無論是在個人的分析 個人的決定的時候 沒有人幫你做這個決定的 是吧 你爸爸媽媽 不能夠跟你一輩子 你很多要呢 是學習怎樣去充分的去處理你擁有的東西 那你要靠什麼東西呢 那當然是有不同的階層裏面 還有不同的人呢 就可以靠不同的東西 那有些呢 青春的 有些靚的 我靠靚 真的有些人靠靚 有些人靠靚 有些人靠嘴就穩成 有些人靠他的才能 有些人呢 那我是平平用用的 那但是呢 我可以靠什麼呢 我靠眼光 我靠呢 是一些勢力 或者呢 靠有一個靠衫照著我 那我就可以呢 有一個比較安穩一點 一個好的日子 那但是這些呢 是可不可以可靠的呢 那在公司裏面 那又靠誰呢 那有些人做 好像黃馬的靠 是吧 靠著有大大的靠山 那你可以呢 我知道有個朋友 他經常說 個個人呢 就 醫時上班 他呢 就10點11點才上班 而已 那如果簽了幾個名呢 那就會吃下午了 吃下午回來 個個就回來做事 他說3點4點才回來 5點鐘就走了 這樣 那他就可以在公司裏面蠟燭 為什麼呢 讓他親戚 是看著他 那他不單是有親戚的關係 那又靠靚 那這些男同事呢 真是很樂意幫他做牛做馬 那當然啦 這些是過渡的時期 那很多時候 這些要靠自己的 那靠自己的才能啊 靠自己的本事 這些是最實際的 那有些人呢 可能呢 就 用一些比較 不是那麽 可以說那麽傳統的方法 就是靠些什麽呢 不擇手軟 靠什麽呢 是一些利用別人的弱點 去控制一個 或者去控制一個班人的 有這麽事呢 是有的 很可惜 真是很可惜 有些人靠什麽呢 真是靠一些可以說 一個邪惡 或者黑暗的勢力 我講到不單是一個 就是 人的邪惡的手段 是講到是邪惡的世界 可以說是一個熟練的 上面或者是黑暗的勢力裏面 邪惡裏面呢 他是投靠他的 那我那時候讀書 我也那時候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那些在馬來西亞 那些是印尼的 他說 知不知在我們的鄉下裏面 有些人真的靠那些 降頭啊 靠這些這樣的 所謂的 軌上身 那些回誡的人 去控制一些的人 或者是 令到他 帶給他 有很好的利益 那 其實 有什麽事情呢 那時候都有一個民土在那裡 其實不只是在印尼 或者是馬來西亞這些國家 到我讀書的時候 我聽到我爸爸說一句說 嚇死我 他說 香港的時候 一些人 養鬼仔的 你聽過沒有 那時候我信不住 我聽到的時候 但是他很擔心 說不要 千萬千萬不要碰這些事情 聖經裡面都說到 當日 在司徒行傳 保羅去到一個地方叫做肥立比 他去到的時候 是找到一些 是愛主的人 一起去查經 一起去聚會 那時候還沒有教會 但當日裡面 就是一個人 他帶著一個士女 那個士女 每次見到 保羅的時候 就大聲地喊他 這個是神的牧人 其實這個士女 就是被鬼附上的 這個主人 就是藉著被鬼附上的士女 去賺錢的 當長話短說 他就用這些法術 令到他是發大財 聖經裡面說的 聖經裡面說的 士徒王主得十六章 當士徒保羅將這個烏鬼趕走的時候 是沒有了這樣的法力了 這個主人就很生氣 就找人去搞事 令到保羅是野上官非一身體 可以這樣說 所以這件事裡面所說的 就讓我們看到 聖經裡面也有記載 是有黑暗的勢力裡面的 有些人就是靠這些邪惡 邪靈 令到自己可能得到一些 私人的利益 在這個經文裡面 在詩篇二十篇 大衛說 在第七節和第八節 在中間的 只有九節的聖經 但是在第七節 他說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說 無論有什麼人 無論真的行軍打仗 那當然要講實力 要講車隊 要講人強馬葬 這個是很自然的 那無論這個是實體上的打仗 或者你在一個意境裡面 你靠什麼操縱的權力 或者是怎樣想算商人 無論你是怎樣 很多人都用不同的方法 但是大衛說 我要靠的是誰呢 我靠的勢力是給馬 給車 給全部靠自己 靠別人 或者靠邪惡的勢力 更加大力 我就是靠這個做物主 耶和華 做天地萬物的主 他所敬拜的 第八節 其他人都會屈膝 覆倒 但是我們 我們就是靠耶和華的人 偏立不義 不會跌倒 當然這個是詩篇的言語 人不會說 不會慣低 換句話說 你要站著 那 這個 大衛來說 他是一個軍王 也是大過兵 一個將軍 他難道不明白 打仗是需要點什麼嗎 你要打贏仗 一定要有軍事的力量 當時來說就是講馬 講馬車 在今天來說 講打仗的時候 你看看你有多少的武器 有沒有先進的武器 有沒有強大的軍隊 有沒有能夠打仗 打贏仗的 你的飛機啊 大炮啊 或者是你的導彈啊 你的船隊啊 那大衛來說 他不是一個蠢人 他當時也不是一個無能的軍王 他是一個勇敢善戰的領隊 打過很多場仗 在他的統治裏面 以色列能夠可以是自立 是站得很穩 所以他寫這篇的詩篇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蠢人 不是說我不用帶 我打之後不需要帶兵 不需要帶馬 不需要帶車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他所講的就是說 有一個更加大的力量 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依靠他的 神是會幫助我們 能夠可以站得穩 能夠達成我們那個的目標 人就靠車靠馬 但是我又靠夜和話 靠神 那這個行得通呢 其實在舊約裏面 神和他的子民講得很清楚 神在《生命記》第二十章 透過摩西跟百姓說 你去跟仇敵作戰的時候 如果看到馬匹戰車 或者給你這麼多的士兵的時候 不要怕他們 因為令你們出埃及地的夜和話 會和你們一起 你們上陣的時候 你們不需要心驚膽戰 不需要懼怕 因為他們的兵馬 或者更多的士兵 因為 二十章第四節 他說 因為我野和話 是你們的神 我會為你們作戰 拯救你們 這番話 其實不僅僅是一個講字的 有一次 當這個以色列人 和這個阿瑪利人爭戰的時候 摩西同入書雅堡 怎麼說呢 要帶人出去的 不肯想著我們坐在這裏 神就好像很超自然那樣 伸手來推低你的仇敵 當日出埃及佛記第十七章 第十一節 摩西同入書雅說 你要為我選出人來 和阿瑪利人爭截 本句話說 第一 你有計劃的 第二 你要挑選的 你要去真是落手落腳的 但是 摩西同志這樣說 明天我要站在山頂上面 手裡拿著神的象 那個象徵 就是他在那裏 向這一班的百姓 和這一班打仗的士兵說 我雖然不是和你一起打仗 但是我 是為你祈禱 神的象 神的能力 神的同在 會在我們的當中 於是 約書雅就照著摩西的講話 去做 就去打仗 摩西 阿倫和元宇就在山頂裡 當摩西 什麼時候舉起手 以色列就得勝 什麼時候垂下手 回 馬列人就得勝 很清楚說到 不是說有什麼法力 不是說他舉起手就可以呼呼喚雨 不是那個象徵就是 他們的力量 他們的戰爭的勝利 是出自 不是這一班 是冒死打仗的人 當然他們是 要很努力去打仗 但是他們那個勝利 是出自 他們是看不到 但是很可靠 很真實的耶和華神 好了 當摩西的手沉重的時候 當扶著他們那兩個 這個阿倫 用耳 手裡面都累了 很聰明 要用一下腦 不要靠神 我就可以坐在那裡 神就為我 這個阿倫 是乾淨了一切 你都要自己 做到的事情 要自己做 他怎麼做呢 在他的手下面 放兩塊石頭 那他都繩住 那摩西就可以坐在那裡 那一邊一個 就扶著他 直到日落 跟他打仗 打贏這場仗 亦都給我們看到一個 很好的信息 就是 原來那個勝利 不只是 靠自己 那個策劃 你怎麼用人 原來是要做一個對公的 所以那幫人跟你一起去合作 一起去 在神的面前 去祈求 摩西 阿倫 和胡耳 也都和那幫百姓 一起在討告裡面 去呼求 神在當中裡面 就顯出他的能力 所以當 大衛寫這邊的詩篇的時候 我相信他寫的時候 他也都明白到 在《生命記》 和《中埃及記》 這些記載 所以說 我帶兵打仗的時候 人可能是靠兵馬 但是我靠的是比兵馬更加強 更加可以得勝的 無人能夠抵擋的 就是神 就是耶和華神 祂是值得我們的倚靠 今天 你倚靠的是什麼呢 當然 我們要靠我們自己 讀書的時候 我記得有人取笑我們 基督徒你不用讀書了 你祈禱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少少 是嘲笑他們的成份 是什麼都好 其實呢 這個是不對的 我們要用我們自己的能力 要自己的本分 我爸爸那時候 也聽到說 耶穌是傻子來的 不做什麼都吃 你信耶穌有飯吃的 那時候我讀書 爸爸很想我回香港 我說 我覺得神的呼召 我是留在海外 傻子 這麼好機會 現在 剛剛讀完這樣的文憑 當時是很早很早 在七幾年的時候 緣讀院 有一個教育文憑 他說 不要說的話 你回來啦 你保你三年 你有教育文憑 剛剛開始 剛剛那個時候 香港就 推行你一個教書 一定要有教育文憑 他說保證你三年 才可以做主任 我爸爸說 你傻子來的 有一千不賺 賺五百 那樣 我不再說 他說 你信耶穌有飯吃的嗎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來的 做基督徒來說 我們都需要很努力的做事 做我們的本分 神不會為我們來到去做 我們要做的事 神不會幫我們做 換句話說 你這個時候 請問你今天 誰幫你拆牙 對嗎 這很多東西 神不會坐在那裡 當我們好像真的是 小朋友那樣 一徒羹來為我們 也都不是好像一個 很聽我們命令的小仙 那樣 你要知道什麼 那那個小仙 就把什麼 給你 聖經裡面很清楚 創世紀第十章的時候 第三章 神對阿當說 你必汗流滿面才有食物可吃 直到你歸了土地 說得很清楚 人要自食其力的 寶羅也很清楚說到 在《撤殺萊尼歌》後書 第三章說 你們在你們中間 要這樣說 如果有人不肯做工 就叫他們不要吃飯 寶羅說 因為我聽聞 你們中間有些人 懶惰 什麼都不做 那你是依靠別人 有些人真的 我聽聞 在香港有些人 現在 對不起 我不是責備一些人 我是反映一些事實 那說了 這些叫廢青 讀完書 出來工作 在家打機 是靠爸爸媽媽給錢 他們去買外賣回來吃 不要騙了 爸爸媽媽在哪裏 出去做事 做子女 那些好像理所當然的 就不做事 就這樣去 大食懶 你叫做 我爸爸說 豬米大蟲 一些好處都沒有 只能夠在家裏面 就 攤上手 就拿錢 馬上口 就拿吃 那寶羅是說 如果有些這樣的人 在當中裏面 他說 要很好的警戒他們 如果你不做 你就不能吃 不要靠教會 或者靠其他人的 去資助你 十二節 我們靠主耶穌基督 吩咐並勸戒 這樣的人 要安分做功 知識其力 很清楚 這個聖經的教法 好了 現在我們回到 在詩篇二十篇裡面 在第一至五節 這個第一段 其實在這段的經文裡面 大衛所表達的是什麼呢 他說 不但我自己是可以靠耶穌話 你都是要靠耶穌 一節五節 他用了 是歸 軟 軟 軟 斗 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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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難的日子是什麽的日子呢 當然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經歷 可能你的患難的日子就是你在經濟上最辛苦的日子 或者在你的健康裏面是最不碰的 或者你患難的日子就是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一無是處是沒有出落 無論是怎樣也好 但是在這樣的日子的當中裡面 當然有些人是用不同的方法是用你自己的資源 或者用這個計謀去處理你公司 或者是自己經濟上的問題 或者是人際之間的問題都需要去處理的 可以說是很煩的 一頭煙的 那些可能真的要用到一些專業人士幫我們 我記得那時候有朋友說 我幫我做的那個搞得很亂 我要找個很好的會計師幫我去處理 我病的時候 這個醫生好像幫不了我 我要找個專科 你找不到的時候就是很貧忙 很貧迫的 那大衛說 就算是這樣的患難的日子 你靠不到誰人 耶禍華臣都是值得可靠的 不是說不看醫生 不是說不找尊嚴 就是這個創造天地萬物的主 雅各的神 雅各是甚麼意思呢 當然在聖經裡面 講到雅各 講到以色列 是一個它象徵 以色列不是講到今天這個國家的以色列 人的以色列 又講到旧約裡面 怎樣神 在雅各的身上 成為它一個改造的時候 令到雅各知道原來這個我經歷的 這個就是我的祖先阿伯拉罕所敬禮的 而是我華臣 有這樣的意味在這裡 對於以色列人說 一講到雅各就知道 原來這個就是創始成終 這個是守信守藥的神阿伯拉罕所敬禮的 所跟隨的 這個神耶和華臣 聖經所講的神是會保護你 有些人說 那我就是這些人 神會不會聽我的祈禮啊 最近有人問我 牧師呀 非基督徒祈禮的時候 神聽不聽的呢 很值得問個問題 是不是 如果不聽的 那向祂祈求都沒有意思 對不對 這個耶和華臣是以色列人的神來的 是基督徒的神來的 我不去教會的 那我祈禮有沒有力量呢 那當然 神會聽我們的祈禮 因為我們未信主的時候 我們都是個非基督徒 是吧 那如果我們的祈禮 得不到神的誰聽的時候 那我們怎樣可以信主呢 是吧 這個是很清楚的 就是神 無論是基督徒好 非基督徒好 在舊約的時代裏面 你認識的人也好 你在外邦人也好 或者你是在恩典以外的人 但是神也是願意顯出他的憐憫和感恩的 那跟著第二節 他說願 是三個個願 願他從聖所救助你 從石安兼顧你 石安其實就是聖殿所處的地方 也是耶路撒冷的境內的 這裏的象徵就是說 人不知道神在哪裏 很多人說 我信神 那哪個神呢 就是聖經所說的神 神在哪裏呢 神不是單單在一個教會裏面 不過在基督教會裏面所敬慰 所敬拜所侍奉的神 所以 第二節就是說 這個神 他不是單單 只是給一個地方 聖所來困住 因為在 遲天他講到說 神從天裏面 來去聽我們的說話 這個是遲天所講的 是第六節的 那他就說 原來當我們專心去仰望他 去追求他的時候 當日在哪裏找到神呢 去到那些人敬畏神 敬拜神的地方 耶路撒冷 在其他人的方中裏面 那 大衛說 你無論去到哪裏 這一位 我們所敬畏的神 都會救助你 都會堅固你 是三節 不是講到患難了 講到 如果你是有意思 因為神已經是 是給了你有恩典 你是一個感恩的時候 你是想帶來一些祭物 來獻上你的衷心的讚美的時候 那怎樣呢 神都會紀念你 紀念你一切的祭物 越納你的凡濟 有些基督徒也有事 跟我都講了 他說 我最近覺得應該有 要做一個感恩的奉獻 他說這個是額外的 那我沒有詳細問是什麼 當然是要尊重別人的意思 他說 因為我覺得神在某一件事 事情裏面給我一個很大的祝福 我願意是以一個用金錢的回報的方式 來牽上我代表教會 是接受這件這樣的奉獻 那就業績依規矩 給我們財政 由財政去寫了一張新條 清清楚楚 那 不是要去抄會收 我們給奉獻的時候 我們做主席的時候 帶領我們在奉獻人的方中 裡面有一個很簡單的祈禱 但是其實這個奉獻人 當然直接在教會的聯誼那個戶口 也在教會的工作上的事工裡面用 但是我們要明白的那個奉獻 其實是對象 不是靠你神 是我們對神一個愛的回應 因為祂對我們的恩典 念文和祝福 我們願意獻上 一個小小的金錢的方式 當然用很多的方式來回報神的恩典 經文裡面就是說 願耶和華神紀念你 很久現在講的話 我們在主裡面的工作 的事服會有一點點值得的 因為神紀念 耶穌基督講的話 這是奉獻人的緣故 你給一杯的水 一杯清水 一個這麼簡單的行動 給一個很不顯眼的小朋友 所以神紀念 現在是越納我們每一個人 向祂的事服的 第四節 這個呢 不只是講到 所發生的事了 未發生的事情呢 我們向神祈求祂的指引的時候 或者我們有個心轉 想帶在神的面前 求神的遂聽 或者是賜福的時候 大概怎樣說 第四節 願祂 這是我加進去的 將你的心願 賜給你 雖然我加進去 英文呢 其實呢 是有一個未在裏的 May He give you the desire of your heart 即是換句話說 你有什麼心願呢 不需要到死的時候 才講我們的心願 如果我們有心願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這個心願 帶到神的面前 當然 我們將這個心願 帶到時候 我們要自己和自己 是不是網求呢 這個是否需要 還是自己是 可以說一個 不是那麼需要的 好一點就最好了 是不是 無論是怎樣也好 因為神是我們的阿爸 天父 祂都會按住祂的美意 按住祂的最好的 最完美的時間 但是 而是用祂的方式 來回答我們 最近 有一個朋友 他因為有些身體的緣故 我們就勸他 你做醫生 醫生沒有用的 他說 醫生也沒有用 為什麼呢 我看過都好像沒有什麼起色 我靠誰呢 為什麼呢 他就看相 他就看相 他說看相佬說我沒事的 為什麼呢 他說我耳朵大 所以我好長命的 撈光了 撈光了 他就是靠 原來一個人跟他說一些 他想聽的好聽的說話 他就覺得很足夠了 其實今天很多人 是類似有這樣的問題 總之我靠的就是 對聽的 我認為能夠幫到我的 我就去靠他 其實可不可靠呢 所以 大約就是說 無論你用什麼的方式 你所投靠的對象是哪一個 我所投靠的 第五節 我們要因神的救恩跨盛 救恩 就是能夠從神而來 就是一位 做物主 祂是值得我們的敬拜 祂就是這樣的能力 去為我們去保護 堅固 堅固 去拯救我們 我們有難的時候 唯有祂就是我們的幫助 今天所唱的 是我們的盆石 是我們的靠山 不會倒的 所以大約說 我知道 我經歷過 所以去到 第七節和第八節的時候 他就說 看下 人靠車 靠馬 靠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我唯有依靠的 就是做天地萬物的主 第六節 現在我知道了 我經歷過 我深深的體會 我也知道 真的會是成全的 現在我知道耶和華 救護祂的受高者 必從祂的聖天上應允祂 所以神不只是單單 在一個地方 一個教會 神在祂的萬有之下 祂是知上 祂是看著我們 祂是用大能的右手 來救護我們 這個受高者 是誰這麼幸運 得到神的救護呢 當然 有三重的意思 第一 在教育裡面說到受高的 就很清楚 是神 呼召祂出來 去做一些神要祂俗的工作 黨人裡面 例如來講 有先知 有王 都用一個受高的形式 去表明 這個是神呼召祂去處理 或者是代表神要做一些工作的 當然 一個受高者 在 舊約裡面 清清楚楚見到的 就是耶穌基督 這個受高者 就是奈情云 當然 在新約的時代裡面 我們就看到 這個受高的意思 更加可以推廣 不是基督的身上 就是每一個屬於基督的人 不是這麼說 我們在基督裡面 有一個新的身分 有一個新的生命 當我們信主的時候 神用聖靈放在我們身上 是一個印記 雖然我們不需要用一些油膏 但是我們在這個印記的當中裡面 是無形的 聖靈在我們的身上 是證明我們不單是神的受造之物 是神所改造之物 在耶穌基督裡面 重生 可以說 一個重生的人 所以保羅 在羅馬 在這個 《伊芬所書》說的話 我們在基督裡面 是未再創造的人 一個 re-created 的事 這個新的生命 就是藉著我們重生 得救的時候 是重生而來的 所以這段經文 如果我們用新藥的眼光 來看的時候 就看到 這個仇高者 不單是講到 神當日裡面 庫著一小絕的人 但當日 也是在基督裡面 是完全應驗了 以至我們今天 在基督裡面的人 基督圖 都在眼中裡面 是一個得到神的印記 受功的人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句話沒有意思 我們看到 我們今天 是基督圖來講 我們那個的依靠 也都可以跟大維這樣說 我不是靠兵 不是靠馬 不是靠勢力 不是靠才能 這些是有用 但是更加有用的 更加有力的 就是 基督 基督 是將我們引領到 在神的身邊 所以說 其他的人 他所靠的 所信奉的 就是好像 把屋子放在沙裡 是散沙來的 會倒的 第八節 他們都屈膝 好像我所說的朋友 如果他真的靠看相的 就是說 他這麼長命 就不需要看醫生的時候 如果他有牙痛的時候 我就說 或者你不需要看 看牙醫 看看你那個 看相的那個 這個當然是 有一點點 差一點的成分 希望讓他醒一醒 其實你所站的位 你那個靠 是一盆沙來的 會散的 你站不穩的 但是 你白節 我們所依靠的耶和華神 我們依靠的耶穌 是一個盆石來的 是一個救恩 是令到我們 一生一世 是受用 是不盡的 可以聽到我們 所以第九節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一個土文 這個不單是大衛寫這篇的詩 這個時候 他自己的土文 他自己的土文 要求你拯救我的王 求你拯救我的王 當然在昨天裡面 這篇的詩篇 有些學者就說 可能就是 那個王 去打仗之前 用這篇的詩篇 來做一個 在一個敬拜裡面 一個程序之一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那個王出去打仗 那些士兵 跟著他去 這叫做土文 求耶和華神 你看著這個王 和這班的士兵 叫他們能夠可以得勝 無論是怎樣都好 那個呼求是向耶和華 求因為 就算是王都好 都不能夠保證打贏仗 是吧 所以大衛說 首先我自己 我都不是靠經馬 我是靠 給我們得勝利的耶和華神 在今天裡面 我們都希望 借用了這句的經文 作為我們今天 應用的經文 耶和華 求你拯救 我們不但講到 我們現在 今天這段的處境 或者將來所預見的事情 有一天 我們在實力面前的時候 我們可以靠誰 在實力面前的時候 我們用銀行戶口 幫不了我們 我們的爸爸媽媽 幫不了我們 我們的專家幫不了我們 我們可以說 是一無所有 在實力面前 我們要交帳的時候 可以說是一無所靠 誰會幫你 誰會跟神說 你原諒一下他 他都很盡力 他很真心 他的能力已經是做不到的 求你就開一恩 誰會說呢 耶穌 所以我用了這句說話 希望帶給我們大家一個 就是 唯有耶和華之能教 可以帶給我們有錢 教 在聖經裡面 講到啟事錄 當 人在神的面前面審判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沒得靠了 我要躲起來了 去哪裡可以躲起來呢 你走去那個山都不夠快 那個山要蓋住我 我不敢見 我不想去面臨要向神交代這件事情 我一走 我們希望今天 有一個好好的成果 我有拯救我們的 就是耶和華實 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為我們死 這個赦罪的恩典 是今天是可以 能夠在我們的身上去成就的 所以我們今天 還是有氣 有力的時候 能夠呼叫的時候 求神是應為我們 求神是聽我們 最近有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 他說 他一生日最受容的 就是他 告訴他那三個字 哪三個字 靠救主 我請祈禱 主啊 主啊我們在你的面前 是有所謝祢 因為我們雖然是一無所靠 有時真是一無所知 但我們知道在你的眼中裏面 你沒有嚴重 有沒有放棄我們 甚至將你的愛之耶穌基督 是一無所謂的世界 就是救我們這班 是沒有希望的人 主啊 今天 在你的話裏面 真是領受到主 你是最何求的 你是我們動物的主 你是無所不動 也是沒有慈愛的主 主啊我們 反應你的慈愛 你的救恩 在臨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 我們異信的 主啊可以幫助我們 打開我們的眼睛 軟化我們的心 以致我們看到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才能 或者是我們自己是怎樣靠得住 或者是靠我們用什麼方法 你都叫我們的生活更加的好 主啊我們知道 唯有你 只能夠成全一齊 我們在你的面前 真是謙卑的仰望 我們在你的面前去問身 我們要消滅我們 你的不思 你的不悔 主 我們靠你去聯運 靠你幫助我們 一生的去依靠你 接受耶穌基督 才是我們送你去求主 以致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拯救 在你的心裏 主要靠你順庭 報耶穌基督的聖命 是